最後我們要教的算是一個斜面的變形 叫做螺旋 你從上面的圖片看出來 螺旋就是把那個斜面怎麼樣 捲在一個圓柱上面嘛 就會變成一個螺旋 然後轉一圈它就會上升或者是下降 上升一個下降的距叫做螺距 所以它就會有一個螺距 兩個螺紋之間的距叫做螺距 然後你就轉一圈它就會上升或者是下降 所以螺旋其實就是斜面的變形 因此它也是一個省力的工具 它也是個省力的工具 那麼重點就是我轉一圈 轉一圈就是走一個斜邊長 然後就上升或下降的螺距就是斜邊高 聽懂我意思嗎 轉一圈就走一個斜邊長 然後呢上升下降的螺距就是走一個斜邊高 斜邊高 然後呢高長筆乘以物重就是我們的下滑分力 就是我要使它恰可上升所需要施的外力 對我們剛才講的 所以這是我們的神奇的阿基米德發明的玩意兒 它真的很厲害 就靠這個螺旋 然後也不用插電也不用什麼 就可以把它那水給弄到上面去了 它就把螺旋的排水機 接著已經把它弄到上面去了 阿基米德大哥的發明 然後呢這個叫螺旋起重機 現在考的比較少了 但是呢也要會一下 就是這個螺紋推也一樣 做工就等於能量變化 我垂直的那棍子推 隨時都跟位移平行 轉一圈走多少 2πR嘛 圓周長 就長度的就L 走個2πL 然後力量乘以位移就是我的做工 上升一個螺距 螺距未能增加MGH 所以我推一個一圈 我做工 F2πL 然後呢上升下降一個螺距 MGH、MGD、螺距D 或者寫WD 單位不一樣而已 這兩個要相等 然後這一下 就會得到這個公式 2πL分之D乘以W 這就是螺旋起重機的公式 其實你只要懂得功能原理 沒有背也沒有關係 就是做工的結果 就是能量的變化就可以了 現在很少人考螺旋起重機的計算 但是你還是知道一下比較OK 好 螺旋起重機 那麼這又是螺紋 就是螺旋嘛 可以幫我怎麼樣 省力 那有人會在螺旋上再動點手腳 把那個紋路做成P的樣子 尖尖的 這樣變成怎麼樣 Double省力嘛 螺旋本身就省力嘛 P又會怎麼樣 又會再省力嘛 就會 就會有省兩次的力量 就可以用小小的力量 就可以把它螺紋給拴到裡面去了 這就是 is OK 這個是我們課本問的一個問題 他問你螺紋比較密 還是螺紋比較鬆 會比較省力 你在圖上面可以看得到 上面這個螺紋密 下面這個螺紋松 那誰會比較省力 理論上就是高長比乘以物重 所以高長比越小的就會怎樣 越省力 所以這個圖上面看起來 應該是誰比較省力勒 來 這個人叫做十五號 十五號 大哥十五號大哥 他是女的 下面的那個 哦 沒有要可以叫什麼 有摩托哦 來 十五號大哥 來我問他 要他不摩托嗎 下面 下面 下面比較省力哦 就是螺紋比較鬆的比較省力 好 請坐 你的答案是螺紋比較鬆的比較省力 答案是螺紋比較密的比較省力 為什麼螺紋比較密的比較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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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你看圖上可以看得出來 螺紋比較密的高長比 比較小 螺紋比較鬆的高長比比較大 所以比較小的會比較省力 但是 這是一個錯誤的講法 這是一個錯誤的講法 這個講法是不對的 這個說法是不對的 來 你看我 這裡 這邊 來 我清到一個螺旋 我清到一個螺旋 這個螺紋大概這麼大 對不對 對 然後 我再換一個清到一個螺旋 這個螺紋這麼大 這時候比較鬆 對 那這兩個螺旋誰省力 一樣 一樣 為什麼一樣 三角形一樣 同一個斜面 哦 同一個斜面 一樣省力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中間的粗細 不一樣 不一樣 你中間的粗細 一圈的斜邊長 一樣 比較密 邏矩小 斜邊高 比較小 所以斜邊高 比斜邊長 斜邊長一樣 斜邊高小 所以筆帥比體質比較小 所以會比較省力 所以課本教育是錯的 不是看 螺紋誰鬆誰密 試看 鑽藝圈 跟上升的高度 這兩個高度跟鑽藝圈的長度比 才真正決定誰省力誰 費力 那還是真正的重點 OK 不是光去看 誰鬆誰密 這樣講是不對的 不過考試如果考你 緊的省力還是鬆的 你還是跟我寫 緊的省力 因為課本這樣教 因為課本這樣教 但是實際上是要看 高長比的關係 OK 了解嗎 了解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